请收看惠律法师佛学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那他现在才修三隔夜而已啊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说不必 还有像那个成大研究所的 考上成大研究所的 他已经要来这里出家了 已经很强烈的出家意愿了 他如果这样子稳得住啊 上瓶的 我告诉你 不得了了 今天要来一个技术厅 奇怪 最近来这里出家的 这个教育程度都很高 都非常高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的知识分子很多嘛 修行 只有修行这条路 你要记住 不要自卑 不管你过去造什么业 你就是下定截心 求佛哀灵射受 每天记住要念佛 你叫师父讲道时 我还是告诉你这句话 你就是要拼使命的念佛 没有其他的办法 但是要念到一心不乱 一定要放下 什么事情都看开 吃亏没有关系 往生怎么会吃亏呢 你想想看 往生有多好 现在吃一点亏 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往生聊一千万 没关系 你通通给你 没有关系啊 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 你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有人给我保证 你一定可以往生 回来老师 你布施一点钱给我 好 我马上一百万给你 阿弥陀要来接音我的话 你们要什么 我通通给你 你要什么 我只要能往生极乐世界 银行 钱都给你也没关系 钱都给你也没关系 反正通通给你啦 你要什么通通给你 只要我能往生 对不对 那你也是要这样子啊 你放得下啊 如果说 阿弥陀佛明天要来接饮 或是今天晚上 用檀香洗澡 阿弥陀佛要来给他接咯 你们有什么交代没有 不准哭泣 我要走了 对不对 我讲的经典就这样子啊 因为我讲到实在是这样 念阿弥陀佛不会改变的嘛 反正讲多少算多少啊 对啊 明天起来 一发现师父还活着 啊 你糟糕啊 啊 惊慨 哎 我的责任还没有了 还要继续 讲这个 如同一次强先进 你知道吗 我已经告诉过去 往生 他是讲决定的 他不是讲你很长 你修 他修三个月 比人家修三十年还厉害 修三十年你迷迷糊糊啊 对不对 他一下子就决定要往生 这个世界 他已经病倒了嘛 那你平常就培养 一定要往生 过去所造的恶业 我们求忏悔 对不对 放下 没有什么啦 一下 三藏教 义德曰当教智论六集 义德 义德曰当教 当教就是三藏教 当教六集 六集佛 智德大师 论六集 正义在言 他的最重要的意思 是要教你了解 原教的道理 前三教 前三教就是 就是藏通别 叫做三教 六义 虽具 就是六集佛 虽然都有具足 集义有缺 但是他的道理 还是有缺陷 所以 必须要 仿原教 于本教 中 智论六集 本教就是藏教 六集 不乱后教 乱就是混淆 不会混淆 不会混淆 后面的别 藏 藏教的六集 才不会混淆到 别教 通教 原教的这个六集佛 故随 义得当教 智论六集佛 什么叫做礼集佛 藏教的礼集佛 就是偏真 悟到空性的人 我们本身 礼集者 就偏真言 偏以空性 三藏教 他所修 都是这样 见识恶惑 空 所以 他是偏真的修行 住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 即灭为乐 因灭会真 因为只有灭 才会到这个真理 那么灭本身 没有所谓的真理 因灭 就是除掉烦恼 断除这个烦恼 灭掉生灭 那么自然会归到真理 而灭本身 不能说他就是真理 因为他只是 合以空性 没有真正的灭 所以灭善非真 灭 那根本就不是真实的 何况有那些苦疾道呢 是第四苦疾灭道吗 灭都不是真的 因为无环窝可灭嘛 都不是真 那何况有苦疾道呢 所以 这个意思就是说 真理就是空性的 真理 在因果四相之外 意思就是说 真理跟书地讲的 很清楚 对立的很清楚 因果 因果就是有真有简 就是因果 当然就是四相啊 当然就是四相啊 所以说 真理在因果 四相之外 故 依 演教 依按照大圣来讲 大圣是圆满 真属恶地嘛 是故意演教 是摩合眼嘛 故意演教 就是大圣法嘛 判也偏真 判它是偏真的法 革命 革一行 示意 文中至为三 这一行不必看 看示意 诸行无常这四句 如果论这四句句 也能横数该设一代识教 处横数折 然后笔下 画一个框框 藏教 画一个框框 为什么 这样看才清清楚楚嘛 藏教 藏教是以三界的一正设心因果 名为诸行 也都是无常设心因果 必须要灭这个因果 才证真地极灭之乐 再来 通教 画一个框框 画一个框框 也是以三界的一正设心因果 名为诸行 都是无常生灭之法 体悟这个生灭 那当下就是灭 所以辩证真地的极灭之乐 然之二教 虽正极灭 实在无能受乐者 因为没有身体 没有世间的聪明 以生智 这个智 是一个世间的知见 不是智慧的智 以无负生智故 因为世间人都有智嘛 这个智并不是指智慧 又是我们的思想 再来 别教 别教画一个框框 别教 这一分段生死 便一生死 两种因果 通明诸行 都不是正常 都是生灭门所舍 灭此两边 那两边 显示忠道极灭之道理 而有四字菩提的妙心 四字菩提就是 尘所作之 是吧 妙观察之 平等性之 大元净之 就是转秦五世 转第六意识 转第七第八 这是四字嘛 那菩提 四字就是菩提嘛 菩提就是四字嘛 所以四字菩提心 妙心 有大元净之相应心平 所限的无露生土的妙色 我们现在是烦恼的生根土啊 说不世界是烦恼的众生 造恶的众生的生土啊 可是啊人家无露啦 无露自所感应的啦 那三生仕途啊 就很微妙了 所以横瘦这个真的 简单讲 心地越好 你所感应来的伏报 快乐就越大 心地越善良 你所感的的伏报 微妙 不可思议的福就更大 最后 原教 画一个框框 原教 则以死法界的因果 通明诸形 实界就是死法界 通明无常 通明生灭 而了得 因果就是实相 因为因果自体本空 非因非果 超因超果 所以无常就是常 为什么 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法当体即空 那就是一个永恒的空性嘛 知道吗 永恒的空性就是我们的常 所以生灭就是无生灭 因为当体即空 所以生灭灭于极灭为乐 此不断吃爱 起义无名 不断就是不必除掉 吃爱 当下 就用智慧去解脱 就是说 不断吃爱 起义明脱 这个明就是智慧 不断就是不必除掉 这个吃爱就是烦恼 就起义明脱 起义就是说 悟道 开始一种力量 起智慧的解脱 这句话 简单讲就是 烦恼就是菩提 如荣兵为水 所以三千果尘 三千果尘 那么一念三千 这个法华经讲的了 天的东西一念三千 这十四讲表 已经讲过了 那行称常乐 赤数色者 那么诸行无常 那么设得六凡法界 一有为有漏故 有为法就是生灭法 有漏就是有煩恼 是生灭法界 设得帐篷二圣法界 以出世的圣能 能知生灭故 生灭灭以 这句设得别教菩萨法界 以灭掉两边 以灭掉两边 归宗道 就极灭为乐 设得圆教佛法界 佛法界法 所以诸法从本以来 常知极灭相故 一切法不可得 一切法不可知 一切法自行本空 一切法当体就是极净 所以天下本无事 庸人至饶之 自己困扰着自己 你的心怎么想 你怎么困扰 所以说 害人则人恒害之 你想要害人 你就为你自己所害 还没有害到别人 你就害到自己了 今担用词四句 正偏正涅法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两句 就是苦即恶地 生灭灭一句 就三邪为能灭 就是道地 这个你们要好好地 慢慢地看一下 这意思是什么 所以无常 生灭诸行 诸行无常 是生灭 那当然是苦跟急 生灭灭一 就三邪来讲 生能灭 当然是道 就因果来讲 是所灭 就是灭地 所以四地都是因果四象 来讲的 来安利的 那么 即灭为乐 这句是所显得的 以为真理 乃是非安利 就是不能够 安利任何的名相 意思就是说 所以说 里居世外 这个道理是在四象外面 所显示出来的 其实因果四象 当体就是空 那么应该讲 就不会讲偏真了 圣明华师说 灭地之体 只有灭的体 是二虐盘 那么 其实是生文跟元节所修的 虽然不是真理 但能明以理 明就是和 虽然不是真理 但是能何以这个道理 所以说 因灭会真 那 这个灭 不是灭 这是因为这个灭 苦极灭到的灭 因为有这个灭 而会归到这个真理 因为小圣的 小圣故 小圣才有一个灭 而大圣呢 没有灭 而大圣呢 替他一切 如如 所以因为灭会真 但是灭并不是真 所以云除掉可以显示月亮 但是月亮并不是云 所以说 只观音 发性至天而然 至天而然 就是本来如此 急不能难 我们的本性 急就是贪生痴 急就是我们所讲的贪生痴 这贪生痴 并不能难 苦不能老 为什么苦不能老呢 你老他不到 你本性本来就清静的 你是不 无名妄想 自己困扰 道不能通 没有所谓的能通不通 因为他是绝对的 本性的东西 你哪通到哪里去呢 灭不能静 你也不可以更令他 更清静 如云隆月 就像这个云啊 盖住这个月亮 不能妨碍他 还是不能妨碍月亮 所以却烦恼已 却就是除 除掉烦恼 乃见法性啊 今天说灭非真地啊 因灭非真 灭散非真啊 三地严是呢 啊 三地啊 就是苦疾到 那哪里是呢 浮行淫 当之苦疾 但是能妇 不能恼然 苦跟疾 只能脏 能妇就是只能遮盖的 妇就是用一种东西盖的 哇 比如说我们看不到你 是因为你 有用一层东西盖着 比如说布啊盖起来 我们的本性也是 苦跟疾是不能覆盖本性的 是不能恼然的 烦恼或者污染 道灭能够显 但是本来就清净 法性如业 苦疾如云 苦疾如云 道如果却除 所以说法性就像夜量一样 那么苦疾就像云 道就像除掉 灭就像除了清清净净 就是灭如却 却就是已经除了干净了 所以真理在因果四项之外啊 叫淫 然四地之中分四初四法 前二地为四间因果 后二地是初四间的因果 所以四千云 苦疾只是四间一法 道灭只是初四间一法 四初四法因果 所以不同 而因必取果 为什么呢 疾是世间的因吗 苦是世间的果吗 道是初四间的因 灭是初四间的果 所以说因必取果吗 因果虽然不一样 因必取果吗 你怎么修 你修世间法 当然世间法的因果 你修初四法 就是初四法的因果 是因果不同的 故事四种不同 那这是世地 那因果是四项眼 而真理在于四项外 所以按照大声的世理相及 世就是理 理当理就是世 真书不二的教 判此世外之真 所以叫做偏真 故应一眼教 判也偏真 阿十一页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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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藏教的名字即佛 名字即佛 说名字即者 且名字也 简单讲名字即就是初文言教 那么了解我们本来是佛 就是名字即佛 也就是我们听闻的佛法 学习了佛教的名相 而知道一切法从因缘身 我们知道一切法从因缘身 不从实 不是从实 这个实就是季节 不是从季节而来的 发 实发 空间 反犯天 一个主宰 极为 就是世大的一个颗粒为主 我们现在极为就是以这个电子字中子所构成的 那这个外道 外道的主张 一切的天地万物都是由极为合合而成的 这跟小圣的思想有一点点相同 但是小圣还谈到空性的东西 世大就是地水火风 不从等身 这个都是外道的 所以只有知一切法从因缘身 这是佛道 那不从实方犯天 即为世大等身 亦非无因缘自然而生 没有因缘 那突然就会冒出来 是吧 所以知一言所生法 皆系无常无我 直到我们天地万物 都是无常法 都是因缘身因缘灭 我们 只有听到这一句话 就会救到很多事情 不需要去困扰他 很多事情不需要去困扰他 一切都是因缘法 你强求 强求不来 所以说 该是你的福报 你的 那逃不掉 逃不掉 那不是你的 求不得 求不得 有一些 一些这个 出家众 他知道 这个是 是 比较有钱的护法 哦 他喜欢 常常 跟他谈话呀 联络啦 或者希望是说 他能够 帮助他 怎么样 其实 如果你了解因缘法的话 你出家的福报有多大 你就有多大 也不是你的 你用尽一切心机 你都求不来 你要是你的 你不必求 他就会来顾你的法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 问题不在对方 是我们自己的 你的德性够吗 能力够吗 你是不是尽心尽力的 真正的为佛教做事情 啊 这个 不必用解释的 又用行动的 在家居士也是一样的 在家居士也是一样的 哦 不是你的福报 你很快就会消失的 要是你的东西 那不必求 也会是你的 你逃不掉的 啊 逃不掉的 所以说 这个因缘法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有一个明明当中 有一种业力 它在牵引着你 那么因此啊 真正一个大修行人 他一天到晚 只有一直 修持自己内在 他不会去计较这个行住坐卧 一时住行 就像 广迁老和尚讲的 啊 到 后面一定有跟着梁 有到 到梁就在后面了 你知道吗 你有到 那梁就跟着来 你没有到 你求什么 那 所以 所以有的人呢 去到广迁老和尚那边 哎呀 你们这个地理很好啊 老师你们这个地理很好啊 哦 这个地理可以使你们这个 这个佛教很兴盛啊 他说 不是人的行 不是道庭的行 嗯 这个 人的行 不是道庭的行 真的 今天 师父在这里 哦 恐怕啊 很多人 不然像我像这个四虎 你看看 一定会影响的嘛 多多少少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嘛 哎呦 我有听过信仪光也是不敢嘛 很少年啊 啊 所以这个 了解这个一年法啊 我们就会很自在啊 就是啊 意思就是 苦没有真正的苦 一年法有什么了不起 你就会深深的了解 苦没有真正的苦 因为苦会过去的 这一年善一年和嘛 乐没有真乐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了解英年法 你就对这个苦跟乐 就很平淡的去调整它 你就会得到真正的解脱的快乐 我们现在的乐 乐的后面就投影着苦 对吧 我们的苦 苦如果没有智慧 就更苦 因此这个就不了解 那一年宣法 如果误得 哇 那这个日子好过了 也不会因为啊 一天前小事情啊 很痛苦 像我们以前考试 考试 一定要读书的第几名啊 要怎么样用功啊 此词啊 要插了那一两分的 跟老师吵架 啊 这一题他就对 我就抽 如果一到延期的话 都没有关系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圣人 就是这样 什么都好 圣人的面目 共同的面目 就是宽恕 圣人的共同的面目 就是宽恕 小人的共同点就是是非 嗯 再来 示意 明之未宗 啊 你挑一行看 啊 明之未宗 清查正因缘境 聚谱外引道 凡夫的分别我之和法之 言法之者不出邪因缘 以及无因缘 这个都是不正确的 十方犯天等明邪因缘 啊 自然明无因缘 这个自然啊 不是佛教讲的那个本来的面目 这个自然 明无因缘 也我这则忘记是常 是义 常就是永恒的 啊 义就是没有对立的 以为是永远是这样似的 是一个神所主宰的 自在能为主也 啊 自在能为主也 啊 就是说我们认为一个常 一个一是有一个自在 能够作为我们的主宰 但是到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 所以这个就是破除 像基督教天主教所讲的 神是万能的 啊 神是万能的 啊 那么神是万能的主宰一切 所以这个跟基督教天主教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 像佛教讲的神要感谢人 为什么 人创造了神 那如果人不生活在一个恐惧雷电地震天然的灾害里面 他也不会创造一个神出来 啊 因为恐惧而生 人认为有一个主宰 那也认为有一个主宰 可是佛教讲的是 业力 共业 这个众生的业 行凶饥饿 这个业力的敏感度 就像发出这个共同的电波力量就大 那破坏性就大 啊 破坏性就大 啊 人类 造的越来越重 我举个例子最简单 以前 以前的水力不运不化很发达 以前的萨 农业也不是很发达 他们也没有用农药 噴撒这个杀虫剂 噴撒这个杀虫剂 而他们的收藏 从以前到现在 虽然有闹过这个 这个这个谷荒 但是呢 他们到今天 还是一样涂地肥窝 因为没有用过化学 而我们人 自己认为聪明 为了要避免这个病虫害 开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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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是比如说农地啊 开始喷上这个农药啊 啊 用用这个DDT啊 或者是毒气泵啊 使这个虫全部都杀掉 收成非常好 经过了五年十年 我们台湾 从民国四零年左右 一直到现在 差不多民国八十年 三四十年当中 我们近一二十年 强烈地用农药 前几天就宣布了 台湾神有三分之二的农病 酸化 酸性化 酸性化 酸性化你懂吗 土质变掉 土质变了 土质变了 酸化 那农委会不起来怎么办 三分之二的 two over three 二除以三 三分之二的农病 所以我们斗不过什么 我们斗不过业力啊 我们斗不过业力 我们如果懂得业力的主政者 就劝众生一直行善 不要杀身 尽量不要用农药 就算一两年没有收成 对不对 但是他也会保持那个土壤 现在每年都是用农药 现在这个土地变成酸化酸化 那么人 毕竟斗不过这个恶业 共业所干的 所以将来人的死亡 一定死在两种情况之下 第一个 一定死在天灾 因为我们完全 完全照着恶业散播在虚空当中的 这个业力啊 一直在转动整个地球 那不是你要控制就控制得住的 第二 一定死亡在大量的死亡在饥饿当中 饥饿 战争的死亡是有限的 饥饿是最可怕的 气候整个变 土壤 酸性 变成酸化 所以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业的问题 主政者 他就会叫众生一直行善 每一个人的心理善良 一直发出一种电力 一直电波 然后这个就是很有福报 很有福报的地方 台湾今天还是因为还有佛教很多的法会水路 超过这些亡灵啊 这些杀 杀的鸡啊 猫狗啊 这些众生啊 佛教兴盛啊 如果 我跟你 敢给你打一个读 如果佛教今天这时候破坏 破坏 而且不能让佛教存在 就让那些外道的 讲他们那个 这个不正见的法 佛教整个灭掉 那台湾的灾难啊 不是今天你所能想象的 不是大地震就是水灾就是风灾 不然就是战乱 民心的善恶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 我们一直发生的是 科学了 物理了 法学 洋枪了 大炮 我们不发明心理的善 我们一直发明杀人的东西 就是这样 因此啊 你了解这个因言法里面有个定数 定数就是供应 因此啊 法师的责任是很重大的 因此底下说 亦有世教的差别 若知信聚为因 迷雾为原 若知信聚为因 迷雾为原 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本性都有具足 拿这个做因 但是因为我们的迷 跟物的程度 也不相同 所以我们三千的性像 三千性像 就是一面三千 那么这个 我们的五音呢 波度啦 还有词如是啦 这性像 这个在天的座里面的三千性像 全在一面当中 一面当中 三千性像 为所生法 就是属于原教 回归到迷雾一面之间 这是属于原教 底下这一段讲的是别教 若为一切总是为因 辗转薰虚为原 一切总是意识形态 辗转薰虚为原 所以我们如果改变了我们的意识 善 变成完全纯善 外面所展现出来的原 就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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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如果造恶 你想要得到善的 这根本不可能 因为你的意识形态存在的都是 都是善的 不是说 如果你想为得很恶劣的 比如说你表面是布施啊 红法 而是你内心面啊 那个都不是坏心眼的 到处害人 你想要得到善的外缘 那也不可能 简单讲的 善恶自有因果 不是在那边一直叫嚣 哦 就一直叫嚣 人家刚刚多么坏 他可能怎么样子 那你就可以叫他下地义了 那不可能 他没有这个业 你怎么叫他下地义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由你改变 就自然转变这个世界 真的 当你悟到的时候 你就完全没有境界 完全都是你这颗心在作用 完全这颗心 你的心在作用 分断生食 变异生食 乃之四智 菩提 四智就是菩提 菩提就是四智 为所生法 这是属于别教 底下是藏教跟通教一起讲 如果以六四相应 有肉的种子为因 六成每二中庸 中庸是鱼吃的意思 并不是真正的中庸 这里的中庸是 比如说吃 非善非饿 属于一吃的心态 为境界 境界为言 三界的一正色心因果 为所生法 这是属于藏教和通教 两种教 但是 通教 则知若阴若圆 若所生的法 都是幻梦 幻梦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也晚 藏教 则以为时尔 三藏教的人 以为是实实在在 有一个 这个事件 所以圆解 只要你达到 原教的思想 就可以偏破 外道 凡夫的我执跟法执 以及藏教 通教 别教等等的法执 别教 也能够破于外道 凡夫的我法二执 以及藏通二教 法执 通教 也可以破于 外道 凡夫 我法二执 以及三藏教的法执 现在的藏教 只是破外道的凡夫 我法二执而已 既然 从我们内在的第六意识 产生 外面的六成因缘而生 那么这三界的一暴正暴 决定不从十身 不从方身 那意思就是 由内在的因 夜因 简单讲 完全是心的问题 圣人的心 就是本性 就是本性 反而不的心 叫做意识 完全不同 虽然讲心 因为心是一个不定的名词 你讲一个心 那是一个很笼统的名词 是什么心 圣人大慈大悲心 忍辱心 精进心 持戒心 念佛心 菩提心 职心 生心 菩提心 十善业心 那我们反复 贪心 称恨心 欲知心 计较心 不满心 抱怨心 恨 骄狂妄心 就是这些心 所以单单讲一个心 心的上面要加什么呢 你要不晓得 所以说三界的一报正报 绝对不是从十 不从方 不从大方天生 不从极为性 极为就是颗粒为成 微小的这个颗粒为成 就是我们所讲的 电子至宗子这一类的 也不从地生 也不从水 不从火 不从空生 也不从神我 外道主张有一个神我 神我就是一切的主宰 有一个明明当中 我们有一个神我 在主宰着我们 也不从本济生 这个本济生 把平打起来 如同中国盘古开天的思想 本济生 就像中国的这个盘古开天 那个 一个天啊 一个地啊 怎么样子 像这一类的思想一样 就是本济生 那么 但由于你 因外缘和合 所以虚妄有 虚妄而有 那么 所以也不是自然生 为什么讲不是自然生 意思就是 当你下决定 意识心改变的时候 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所谓自然生 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改变它 但一定这样子流动性的 就是一定这样 像电脑一样的 这个自然生就是说 好像一定的这个 这个东西 你不必去照做它 春天啊 自然就会开发了 冬天自然就会落叶了 这个就是所谓自然生的 这种思想你也不必去用功 你白费心机 所有的奴隶都是白费的 而佛教不是这样讲 佛教你只要操纵 我们的内在里面 那么就会改变外面 简单讲就是 摆平你内在的世间 所有的烦恼 除掉 你自自然然的外境 就对你没有什么作用 外境就没有什么作用 我慧例一天吃饭 我可以吃一百块 我一天的生活 我可以一百块 我就过得很快乐 快乐无穷 而有的呢 一天花两千块 这个是 不算是很多 对 有的呢 一上九价 这个金钱一丢 就几万块 那还是过得不快乐 酗酒啊 SOP命的喝 所以说 一个这个修行人 他的内心里面 完全生活在一个聚会 很想 傻多自在的这个心境里面 这外境几乎就是没有什么作用 没有什么作用 我一天吃 吃三餐 我吃两餐也可以过 我吃一餐也可以过 只要饿不死就好嘛 这没有什么嘛 一个躯壳 反正我也不会为这个而烦恼 是不是啊 因此啊 百平的内在里面 你的所有的心 都放在这个什么 都放在这个修行里面 你就不会 你就忘记外在的诱惑 因此啊 所以自然这种东西就是说 你要顺从他 你没有办法 你所有的劳力投资 都是白费的 佛教不可以这样讲 那是讲因缘法 你啃 你就有办法改变它 你不啃 你就随破诸流 所以 能偏颇这个协一年 无一年 两种法制 如果法从因缘生 生命就必有灭 所以就无常 啊 生命相应 所以不是一 生就不是灭 所以灭 当然就不讲生了 对 这个非一 那 佛教家来都是这样子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来不去 有一次啊 我在讲这个心经 我讲心经里面的内容 讲这个不来也不去 不来也不去 以后老菩萨 听了好几天 听了个 他以为他就不懂他什么意思 他有听到书讲 不来不去 不来不去 那些不去 小哥的时候 老菩萨 他在讲这个 安包 和露 听了 老菩萨 你不去 听到书 不去 不去 不来也不去 那些不去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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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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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不去 那些 真是真烈 一代的竹树才能比我说出这些 我说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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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敢书 你怎麼這麼多啊? 我老爸都說你不來 我就不去啊 一樣 所以誌是相同 但是誤道的卻不是這個道理 不一樣 生命相依 所以非義 非義就不自在啊 非義就不自在 不是義的話就不能統和嘛 不能為主嘛 所以一定是無我嘛 一定是無我嘛 生跟面是互相敵對的嘛 正報既不是我 那麼的義報當然不是我所有的咯 所以要放下 放下 放下 所以這個高僧大德禪宗 一直問你說你什麼地方放不下呀 你什麼地方到死的時候你可以帶著走啊 你不覺得你十年前一直在計較 一提小事情要帶給你十年前的煩惱 今天看你十年前你不是很幼稚嗎 一樣的你把時間拉得很長 你今天的這樣勾心鬥角計較為了一點小錢為了小事 怎麼樣子都放不下 哭泣 委屈 那麼十年後你看今天你也是過去的呀 還是過去呀 然後你離命中看你的今生今世所為 那也沒有一樣可以留得住啊 那麼慢慢的如果你看不破 就把時間拉長一點去觀想啦 你就沒有什麼了 小孩子為了一顆棒棒糖哭泣啊 小孩一二年級為了一點點考試啊哭泣啊 有分數嗎 初中高中啊為了一點獎品啊獎狀啊也許會哭泣啊 到大學為了是為了一個女朋友而哭去 那年紀大也許會為十萬二十萬一百萬而哭泣啊 但是年紀慢慢大慢慢大慢慢大 這些驚險的痛苦的雖然不好日子不好過 但還是要過啊還是要過啊 你富有的時候曾經留下什麼 你貧窮的時候又曾經留下什麼 就算你很痛苦都還是要過咯 所以說智慧才是真正的大財富 所以人家就問 師傅你缺少什麼我不缺少什麼 我幫你出出什麼錢嗎 那隨喜我沒有意見 你需要我幫忙什麼 如果我的話我不需要 你的發心去幫忙整個僧團 整個佛教不是幫忙我 你要弄清楚啊 你要弄清楚啊 你幫忙整個佛教不是幫忙我 我拿你的錢做什麼 你見了道場都放到這個地方到山上了 那我一個人睡幾個房間 還是一個他他們也一樣啊 吃到一點點東西啊 收的錢不是在利益眾生的做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說你要弄清楚自己的對象啊 你是一個有錢人 那就更不應該狂妄啊 更應該低聲下氣啊 你法才是真正我們的財富的 那些你帶不走的啦 只有法身會命才是我們永恆的財富啊 要弄清楚啊 底下祭言 不從食生等 按照維斯論 水蘇淫 食者 就是食善外道 食善就是季節 食善外道 就是我們所教的季節外道 什麼叫季節外道啊 這一切皆從季節而生 他看到這個草木啊 以及種種的灯 雅鏡枝葉 花腹果實 榮孤尾翠等 啊 看到這個花開花瀉 誰結氣轉 不知有虛啊 隨著這個季節的氣 啊 而轉氣候 這個氣是氣候 轉變 誰知道有時間 所以看不到 有詩季是時間 是一個永恆的一個時間 是一 那麼萬物為一 是涅槃因 這個是錯誤的 方者 就是方論之 比起從方生人 人生天地 什麼是方論 就是宇宙 宇宙天地 無量無邊的空間 就是方 哎 方生人 從無限的空間裡面生 人就產生這個天地 面後又入一方 所以方是一個常 無量無邊的空間 是一個常 是個一 而萬物是一 是涅槃的因 這個都是非因 激因的外道 也就根本就不是涅槃因 大半天 就委託論之 是 既南羅元天 能生四幸 為從彼的天際中 肚齊 天際肚齊 你看 生大眼花 上面有凡天主翁 編一套故事 凡天主翁 為萬物足 難做一切命 無命物 必命跟無命物 如果從坊間的口出生 就比較高貴了 那生婆羅門 兩輩 生 查地利 查地利就是貴族了 皇宮貴族 婆羅門就是主持儀式的 這些宗教家 叫做婆羅門呢 凡是修行人 都可以叫做婆羅門呢 那麼查地利 查地 也就是所謂的貴族 皇宮貴族大臣呢 兩臂 就是兩腿 生皮色 皮色 就是所謂的商人 這一些 一般的庶民 兩族 就是腳下 兩族 兩族 腳下 那麼就生 守陀羅 守陀羅 這個翻譯成中間 叫做下賤種 下賤的人 意思就是 比如說屠夫啦 殺豬殺鴨的 殺狗的啦 哦 現在這些倒是很賺錢呢 這些這些倒是很賺錢的 做人家的奴婢的啦 這個都是下賤種的 這些手套 此以安特論斯所寄的相同 所以三賤二十八天 三賤二十八天 那裡面有兩天是凡夫 五個天是聖人 是二為凡 五為聖啊 愚通凡聖啊 哪五天是聖呢 就是五不凡天 五不凡天 都在四禅 四禅有九天嘛 初禅三天 二禅三天 三禅三天 四禅有九天嘛 所以三國的聖人啊 都是五不凡天 然後我說為阿拉罕 阿拉罕 阿拉罕就是三國的聖人 啊 居者 二為凡 哪裡是凡夫呢 啊 前面所知的大自在天 是凡夫一集是凡 梵天 所以印度 他說梵文 梵文 巴里文 梵文 巴里文 他們的聲音叫梵音 你聽過吧 梵音 他就是說以為 印度人就是梵天的後代 大梵天的後代 致己 致命不還 但是印度其實是罪髒的國家 印度的牛 在路上的肘 在路上的肘 那就是路上的肘 祝外道的萬季 旺季啊 期望的之後 這個是諸法的印 啊 以上是 這個大梵天外道 底下另外一個外道 就是極為的外道 就是路間有外道 路間有外道 就是順勢外道 所以說是 說是的意思就是 世間人怎麼講 讓你比較了解 順從世間人的講法 彼等彼未 一切的色心等法 色法跟心法 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四大集圍為一 四大集圍 又有外道指著 地水火風 實在是長的 實實在在有一個地水火風 能生出色 能生出色 可是在大聲的佛法裡面講 地水火風都是圓起自信本空 分析到最後 只有意識形態 只有業力 夜勢 分析到最後 只有夜勢 夜勢 再來虛空外道 叫做口力論詞 筆記別有一發 是長之一 人生出發 所謂從空生風 空中生風 風生火 風生火 那麼火生水 水生動 尖做地 尖做地 尖就是硬的 做地 地生無骨 無骨生命 明末 還歸空 全面結束了 就是末 明末 還歸空 所以空是萬物的因 是涅槃的因 這是外道的 虛空外道 再來一個神火外道 就是數論詩 他們製作一個神魔 如果神火 無福 沒有困房 也沒有所謂解脫 福多一位自信 記住 這個赤性 不是我們所講的自信 你要弄清楚 他那個自信 就是建立在無名 以下一個解釋就知道 他的自信根本就是無名 我若有心 求盡自信 自信三德何故 那三德也不是我們所講的 波羅德 謝多德等等 我若有心 就是我動一個念頭 要求盡自信 自信就會顯現出來 以三德何故 這三德不是後面就講 後面就講 不是我們所講的三德 也就是 也就是變二十三法 為我所用 我其被束縛 不得解脫 我若無事 我如果無所求 也不求也不足 自信就會存在 而不變主法 我就會解脫 所以 以自信為生死的因 變成這個本性 這個自信 有一個 生死 由這個 放下 就是解脫的因 就是涅槃的因 所以變成一個根本 一個起點 因三德 我們剛才講的 什麼叫三德 就是煞道 刺舌 達摩 刺舌 達摩 刺舌 刺舌 翻譯中 叫做成 達摩 翻譯中 叫做暗 為什麼要用 勇呢 就是內心裡面 存在的一切精進的心態 成 就是說 具足的一切外境 而且被感染了 我們內心裡面 暗 就是說 存在一種 不可解開的 一種內心裡面的病 也就是我們的貪生痴 所以 勇 就是精進的追求 就是我們 等於我們的貪心一樣 就是佛教講的貪 那麼癡 因為這個靜靜會 引起內心裡面的不平衡 接近我們 佛教講的稱 這個暗 就是沒有智慧 所以 所以 他把這個 永 塵 實在 就是我們所講的貪生痴 就是我們佛教講的貪生痴 而他建立著這種思想 所以霍荷荷翻 黄赤黑 荣赤荷翻成荣 也翻成黄 赤色翻成成也翻成赤 达摩翻成暗 也翻成黑 所以说这个黄赤黑 也是上面的三个 十分明照妹 也是三个 也是三个 明照妹 明就是我们所讲的 一种对外境的一种追求 造 浮造 那心里面定不下来 妹 迷迷糊糊的 所以整体 第一体而言就是整体来言 尤其是我佛教讲的贪真知 比执着这个自信三德 我们刚刚讲的 永成暗 黄赤黑 明照妹 这自信三德 自信也就是第一 明出自信 所以言二十三法则 从明出生自大 从明出 称生出世间的一个 据认为是所谓的智慧 他们讲的智慧就是我们所讲的 我法二执啦 所以明出是一 自大是二 开始要编号啦 赤自大生我心 这是第三 他总共二十三法嘛 外道的二十三法 这是第三 一名我之 我心就一名我之 自从我心生五位 然后位呢 生是写四 处就写五 色写六 位写七 再来相就写八 四五六七八 编号到八号 那些二十三法里面已经讲八了 自从五为生五大 再来 就是空编号是九 风是十 水是一 火是二 地是三 自从五大生是一根 前面的五支根 那就是耳鼻舌 眼舌生 耳生眼舌鼻 耳是十五 生 是六 不 耳是十四 十四 生十五 眼十六 舌十七 鼻十八 于就是我们讲话的语言 赤五座根 五座根就是面临外在的啦 五座根 就是运作我们的生根口译呀 于就是我们的语言 十二十 不 行 行路 二十一 气 二十二 除 底下 他怕大家不懂 所以要解释了一段 就是手口足以及二变道 小变道跟大变道 能作业顾 能作业顾 后一心平等根 最后一个是平等根 一个心是平等根 乃是弱团心 就是一根 再来 本寄外道 什么叫本寄外道 就安徒论师所寄的 比为世界最初 只有大水 有一个安徒出身 安徒 形同鸡软 真是鸡软的 周札金色 实属破裂两段 他没有说 这鸡蛋以前又是什么 那大水 那大水 世界最初是大水 那大水以前是什么 大水以前是什么 佛教讲的无始无终 为什么 只要你不清醒 你就会假设一个名词 出来迷惑自己 假设你不清醒 这事 意思就是你不觉悟 这声音太小了 假设你不觉悟 你就会假设一个 一个时间出来困扰自己 很简单 你说 他这个 一开始冲水 大水 那水以前是什么 所以就换一个无穷之过 这巨色录里面讲的 巨色录里面讲 普利道次第广论 也谈到 有无穷之过 为什么 这无明是无根的东西 你怎么 怎么样推论 都没有办法 去推讨一个开始的 因为人类的智慧有限 所以我们也无法了解 天地万物的 这个真相 所以我们不得不假设 in case 假设 有一个上帝 为什么没有办法解释 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 这个天地万物的 这个道理 那只好 把一个上帝 摆起来 反正不懂得 偷推给上帝 这好办事 好办 所以 释迦牟尼佛说 人因为 智慧有限 所以不得不假设 一个 起点 这个假设的起点 也是错误的无明 很了不起 也是假设的 如果你硬要一直 推着一个 追根就底的 徐家牟尼佛说 无聊 因为你是一个 无明的众生 你根本不明了本性 你推得到最后 还是无明 无明的推赢 还是无明 如果明先见性的 就发现 没有一个开始 也没有一个终点 所以无始无终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假设 一个开始 就不可能有终点 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 没有假设 在一个其实点 跟终点 那以为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观念也不对 无量无边是对 有量委员讲的 那你是不得不离 要破除这个 有量有边的外道神佛 所以我们讲一个 无量无边的思想 破除 你讲无量无边也不对 为什么 发如是本来如是 一切发不可得的东西 常至极灭 清静静静 清静本然 悟到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硬要说 他什么通通不对 也没有开始 也没有绝对 无法可得的东西 你怎么样 都是假设的 所以 我说 我们人类最大的痛苦 这是因为无明 因为我们无明 假设了很多东西 一直困扰着自己 对 我们生活就是一种假设的困扰 生命如果没有大策大悟 你就永远生活在你的假设 假设就是鸟笼 魂交毒啊 观一看 你的假设就束缚你自己 为什么你不觉悟 你没有办法 除了用假设以外 你能怎么样 释迦牟尼佛讲 如实见 是为觉者 要实实在在地见到 实实在在地知 那才是一个圣能 我们不是 假设人家怎么样 假设 我们一天都很 就用假设困扰自己的 如果我的我不需要假设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你的因果你负 我做我的因果我负 为什么用这么假设 假设的最大困扰 就会产生疑因病 疑因病怀疑 所以我们 你灵命不要假设人家 为什么 你的假设 你就会猜想他 哎 但是这几天不来的啊 可能都有成见哦 有一天在路上 他看到我 这个不跟我打招 嗯 那也没有想到 人家近视眼 没有想到 人家斗鸡眼 对不对 就像今天那个 那个老法师讲的 孟山老师讲 这是高山 对不对 这走路都是看前面的三步 我们这讲坛有好几个是看到前面三步的 你的近视眼都已经一千多度了 也只能看前面的三步 你知道 你跟他讲哎 他看不到 那眼睛拿起来 所以说 不要做种种假设 不要困扰自己 生命没有很长的时间 也不需要你去做假设 如实事如实见 所以你要告诉说 师父怎么修行 这个多少人来告诉 一直问我师父怎么修行 我已经重复的告诉你 放下就叫做修行 放不下你再继续问下去 如果我告诉你放下 你现在马上放得下 就不要问下去 如果你放不下 也不要问下去 为什么 你懂我意思吧 你怎么问你都放不下 因为你永远在重复里面 重复 repeat repeat 都是重复 我已经叫你放下 就是修行 你再怎么问我 还是叫你这句 你就放下就是修行 没有谁给你困扰 只想承担你一切的因缘果报 欢喜地接受 对不对 所以邪活的人日子好过了 给你送爱国奖金 那这个这个 股票涨停板 哪来得好过了 有钱的人过得苦恼无量 土地很多 很多 亲戚很多 有钱叫车什么都有 不如佛教里面一句话 这经刚经里面讲的 有四季 为人解说 则祈福 圣彼 如果有人用这个身体 天门三千 大千四千 付出了无量无边的众生的福报 那多不多 祈福您为多佛 多圣多四尊 那释迦牟尼佛说 不如有一个人 以金刚经四季化 为人解说 让人家明心见性 彻底的觉悟自己 祈福圣彼 为什么 那是四人天的福 那这个是本来的面目 无量无边的财富 都是等性的东西 本来就具足 六十五年大师说 何其自信 本来具足 为什么 我先讲个例子很简单 我这一念放得下 我就没有恨 我就具足的吃 对 我这一念放得下 我就没有贪心 我就具足的虚实 我这一念放得下 我就具足的欢喜 真的 何其自信 什么是我们的本性 本质具足 你只要什么都放得下 你什么通通有啊 是啊 是有一个啊 有一个人 一个老比丘 他修了几十年 你有什么消息 他来 来跟我顶礼 我吓一跳 我吓一跳 不是老老师 那你怎么这样子 跟我顶礼呢 你老 这是我老 我老师 叫我会老 真的很糟糕 现在 我都叫我会老 那你老 开始开始 叫我 我今天是专程的 我在台东里面 住毛环 希望你能够 能够这个 来跟我说法 我说老老师 你出家几年了 他说我出家 已经三十五年了 我说那你得到什么 他说 什么都没有 我说那是 缺席还是圣者 他说 也不是缺席 也不是圣者 事实就是 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 说法者无法可说 求法者无法可求 你本质具足的东西 不需要来找我 你就 你就有了 不需要这么远来 他好像有所物 好像有所物 他说那这样 我晓得了 你本来就有了东西 你跑这么远来 干什么 何必坐车来 打个电话来 不就好了吗 电话不必打 为什么 也是多余的 你的东西 就是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 就是佛的东西 佛的东西 就是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 就是你的东西 大家通通有的东西 只是你不就 太采不起来而已 盖主为烦恼 烦恼 对 因此 师父讲 这一段就告诉你 佛法的可贵之处 才不会像世间人的困扰 小事情 在搞这个困 无边瘴气 昏陀 转向的 别人的烦恼 也拿来自己 在困扰自己 这是原始导家 所以我说 我们的生命的定义 就是干扰 干扰 为什么 受到外面的干扰 你明不知他的事情 他还替别人烦恼 你想想看 诸位同学 你冷静想想看 我们的一生一世 浪费在替别人烦恼的时间 有多少 多少 你冷静想想看 为别人不必要的是非 为别人不必要的困扰 那根本不管你的事情 你困扰什么 陛下 是十书破为两段 上段为天 下段为地 终生一个大凡天 能够一切 命不命不 事故天为万物因 你反映 师徒因混沌出分 谈古力士 大帅 同时大概 就是这一类讲的 观恨极否 观恨 顾名思义 就是一节起行 行必有观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观 我们说 这个理极否 明智极否 现在要讲三藏教的观恨极否 观什么呢 观有钱有身 有别有种 所以说 第一个 五庭心观 什么叫五庭心 当你观照内在 用这五种去观照 你就会停止妄想 就是五庭心 五种观照 会让你停止妄想 叫做五庭心 别想念 也就是说 观身不敬 观受是福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注意你翻开八十八页 别想念 八十八页 别想念 别想念者 以观身不敬 观受是福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什么叫总相念呢 总相念就是说 观身受心 法 同时是不敬 这个总相念 同时是苦 同时是无常 同时是无我 所以 这个交织起来 都叫做总相念 观身不敬 观身是苦 观身无常 观身无我 对 观受也是不敬 也是苦也是无常 也是无我 观心也是不敬 也是苦也是无常 也是无我 观法 也是不敬 也是苦 是无常 是无我 看你怎么观 你要总和上面的 结合下面的一句 或者总和下面的事句 结合上面的一句 总和上面的事句 就是观身观受 观心观法 就是不敬 如果总和下面的事句 就是观身不敬 是苦 无常 无我 看你总 是连接上面 或者是连接下面的 都叫做总下面 好 翻回来 这叫外凡 知良位 什么叫做外凡 理外凡夫啊 心形理外 就是对 还没有接近 认到叫做外 身是有落的吗 就是外凡位 所以说要超越 这个三界 又叫做知良 知良位 就是准备的意思 就像 如果你要去烤肉啊 浇油啊 你要先准备一些材料啊 是不是啊 就是知良位 先准备的意思 五天心 多贪 众生不敬观 如果你没有办法断掉 这个欲望 金钱也好 男女也好 而这里是专制 盈欲 这里是专制 盈欲 跟饮食 两种 我们贪 这两种力量最强 也就是这个吃 那为了这个吃 为了一个肉体 虚核假的东西 那么一直追求 吃 三针海味啊 拼命的杀身啊 拼命的这个 这个 这个造业 多贪 不敬观 看看啊 我们拉出来的 一条条的黄金 气味无穷 就是啊 一天如果没有洗澡的话 那么 人就会发臭了 人一死的时候啊 就更臭了 所以这个贪 我们要关照一下 好 如果这个难 你这个 突破这个难 你设 这个盈欲 不容易断 那么冷静 想想看啊 如果 你看到这个俊男啊 你想想看 这车祸的当场啊 那个壮道啊 死亡啊 或者是这个 血弱模糊啊 或者如果说 你刚才这个 你要知道很漂亮 那么实在没有办法 想想他的身体 流露出来的东西了 如果是断不了 那也是你的业障 那就要多下一点功夫了 菩萨 有没有的境界 多能够解脱 凡夫了 尽量远离 尽量远离 只有这样子 也不然没有办法 甚至呢 有跟没有的 没有什么作用呢 多贪众生 不见关 第二 叫做多称众生 慈悲观 什么叫慈悲观呢 观想啊 他是我前世的父母 咯 我们应该对他很慈悲咯 如果你一直恨众生啊 你为什么不把他改变 感恩 感恩 同学们 稍微转一个念头 当你很气愤 很气愤 很不瞒对方 或者是 对对方的行为 很不齿的时候 人家心里就这样想 感恩 为什么要感恩 他造这个业 来成就我的忍辱 让我有更近一次的行识 我来找这个机会都找不到 那么他视线的 没有关系 这个称恨漫漫的行 称恨漫漫的行 把他当作前世的父母 自己兄弟姊妹 同体大悲吧 慢慢地体会 这个同体大悲是什么 伤害到他 就是等于伤害到我 那么他心经生活还在无知 愚痴当中 我们要宽恕他 其实宽恕 就是给自己好过日子 你宽恕他 你日子就好过了 得到的利益还是自己 一个你想想看 一个心中无恨的人 是何等的境界 就像《文墨基经》 《文墨基经》里面讲的 善恶一门一如 善恶同俗平衡 没有作用 不恶法门 不恶法门 圣人就是善恶 没有作用 对他没有作用 所以称恨呢 要多关照 来 慈悲观 你多善众生 数习观 多善就心定不下来 心定不下来 符照的意思 数习就是数 数这个数目字 从一数到十 从十到回来数到一 那重复 第四 愚痴众生的 云元观 愚痴就是没有智慧的 这个教学主 这句话 愚痴众生之 云元观 最重要这个愚痴 是专门指 执着很深的众生 放不下的众生 叫做愚痴 什么事情 都想要求助于别人 都不想自己解脱 叫这个 就是愚痴 所以所谓愚痴 就是这个 指强烈的 我法二指 对人生观 宇宙观 都强烈的认为 是真实性的东西 不晓得它是原生 无性的 所以这个叫愚痴 众生 一念观 第五 多藏众生 念佛观 那么这个容易了 为什么大家都了解 今天我们是修 建筑法门的 每一个众生 一听到 大家都在念佛 以至无法 为方便调停其心 另堪修念处 顾名停心 所以调停 方便的调幅 他的心 另堪修念处 顾名停心也 那么这一段 也蛮长的 也非常长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